大家好我是旭哥渦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 那這是粉碎英雄啊 有沒有看到剛剛旭哥直接秒殺整個全部的怪還有BOSS啊 最神的秒殺這個技能 官方認真最神的技能 直接秒殺給大家看 好最強的攻略最強的福利還有史上最多的禮包 然後最強的秒殺流啊直接看 哇連BOSS都直接秒殺太強了 分享給大家這個最強的攻略了 讓旭哥就是衝給大家看超爽的一款手游 很像打拿特攻啊 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游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游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遊戲的虛寶序號獨家最新入遊戲了 來 他自己會攻擊啊 這種是放置琴的玩法 大車輪啊 這以前是那個三國制大戰的大車輪 叫死 移動 那不移動的時候他自己就會攻擊 所以 可以放著讓他自己攻擊 很方便 怪會自己 跑過來就很像是打打特攻的這種 有沒有 3D版那種感覺 蠻像的 那怪會自己跑過來掉 那是什麼東西 撿了裝 Power up 靠北根本就打打特攻啊 那我們來 增加毀滅之劍 主動輸出 開AUTO 這樣子技能他自己會主動放啊 包含這個毀滅之劍還有大車輪 兩個都很好用啊 兩個技能 Power up一下 好我們來點一下閃電 閃電 喔有沒有閃電也是一個很不錯的 AOE輸出 我靠根本打打特攻3D版 超像 來 我們增加一下 閃電的 烘好了 哎唷 閃電烘起來很爽 而且他會麻痺喔 閃電附帶麻痺 還不錯 打BOSS 吃這個 好增加 他會增加我們的防禦力啊 蠻屌的 好啦 BOSS他下去了 直接把他轟到爆 增加我們的毀滅之劍 輸出 爽度好高喔 我們這樣可不可以打100連擊啊 來不及他就掛了 62連擊 要打出高連擊的 第一個 對方血要夠多啊 要撐得住 來升級了 玩法其實蠻爽的 連介面 他都很像打阿特攻啊 一樣是裝備什麼都在下面 超像 他連那個 英文名字也超像 這邊有禮包福利 每天登錄有鑽石啊 然後黃金 金幣 寶石就鑽石 強化書這個可以強化我們的裝備 寶石 金幣 唉唷第七天有 鑽石再加上這個 轉蛋卷 高級轉蛋卷 爽拿一波 這個禮包福利 必拿 說的禮包福利也都一起分享喔 最強的禮包福利 剛剛有那個 領到很多禮包嘛 那是登錄的 那這邊有這個推送禮物 一樣是很強禮包 在畫面右上角的郵件 點進來這邊 哇高級轉蛋卷啊 必拿 來這邊有 黃金加高級轉蛋卷 這邊 爽抽一波 鑽石啊這些 資源啊 項鍊啊強化書 根本打達特攻啊 那每天除了每日簽到這個 你額外簽到 他下面有一個看廣告 額外簽到 卡這個跟打達特攻也超像 看廣告還可以拿到額外的獎勵啊 好這邊高級轉蛋卷 建議可以在就是 第七天的話看一下 這個可以多拿100鑽再加這個是 他是不是應該是有bonus double 好大家可以第七天看一下這個 禮包不錯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 星星補償 就是你全部拿到的話像有這個 英雄成長 然後普通轉蛋卷加高級轉蛋卷 這都可以免費拿 一樣每個舞台一直打上去就可以拿了 然後裝備就可以把它裝起來了 裝一下吧 全套神裝 自己DIY起來了 都一樣 好裝備 蠻帥的 玩起來還不錯玩 好 這個禮包拿完那我們就繼續刷下一關吧 講一下最強勁剛才那幾個都還蠻實用的 像是閃電啊什麼的 其實技能也超像打達特攻的 這個還蠻推薦 閃電點一下 大車輪啊閃電這幾個都很好用 放著他就是打達特攻自己掛機這樣而且他還會 稍微小小移動一下 這點比打達特攻好一點 POWER UP 真的要閃電好了 反正大車輪已經很好用了 閃電的輸出 跟這要旋轉的時間 嘿嘿嘿有沒有 最神的技能啊 直接秒殺 有沒有這個爽度其實還不錯耶 這遊戲其實比想像中好玩 簡單說就是真的是打達特攻3D版就對了 哇閃電很帥 然後又很強 很帥 閃機啊 下面有東西是不是 來我們先把閃電點滿啦我剛剛看好像說下面有東西 看一下 這裡喔這裡有哇真的耶POWER UP 有時候來撿一下 我們的大車輪超屌 再POWER UP一下 他會提醒還不錯 先把他點滿 點滿之後應該可以像打達特攻這樣再進階上去吧 有他有進化組合 我們先把他點滿好了 他等一下應該就是可以有搭配的 跟打的特攻一樣 就是 再搭配一個技能就可以再把他強化上去 3D版打的特攻不是蓋的 連這個都學那麼像 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可以搭配組合的 搭配組合我們這個等一下就可以升級上去 那個大車輪 一樣的 一樣的玩法 搭配組合 這邊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增加攻速 我們直接暴力秒殺 超屌 進階組合 剛剛有那個右下角一個可以重新選的 按錯了應該要選那個重新選的 又升級了 有沒有這個有進化了我們就可以選這個旋風進化 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進化 有沒有變龍捲風啦 剛剛是旋風啊現在是龍捲風了 哇超神啊 超帥 那麼一樣 把這個斬擊的進化 都進化給大家看好了 哇最神的技能 刷起來 打上去的時候他會飛起來那個爽度很夠 有沒有 超屌 BOSS直接被我秒掉啦 我剛才還要進化一下其他技能啦 太強了 強到直接秒BOSS 各位觀眾太神啦 哇太屌了 最強的福利 最強的攻略 最屌的秒殺 剛才那個 龍捲風斬 直接把這個BOSS秒殺掉了 會不會太爽 最強的攻略分享給大家了 那大家記得訂閱序哥頻道看序哥手的攻略我們下一集攻略見 那大家記得